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中年啊 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年纪 说老有点早 说小又不再年轻 偏偏这么一个上不上 下不下的年纪 有偏逢各种压力 稍有不慎 余生就只能徒增更多的遗憾了 人到中年不如狗 也不知狗犯了什么错啊 要中年人来做比较 中年人呢 上有老下有小 工作战战兢兢 人际关系紧紧甚甚 这些劳心费神 是一种必然 如果身后有一个温暖的家 再多的累 也都是值得的 可以被舒缓的 怕只怕 中年人对枕边的高估 成为了一生中最大的悲催 中年人的婚恋关系呢 是最难经营的一种关系 中年的婚恋生活 距离曾经的激情 已经很久远 平淡伴随了很久 左手摸右手的相处中 各项琐碎混杂一起 凑成了一地又一地的鸡毛石 两个人的我爱你 就被无数冷战争吵代替了 除此之外 还有人面临眼前人的背叛 与眼前人之间的利益争斗 一桩桩一件件 赠一个心力交瘁了的呀 窝居中的宋太太 为了成就男人的巅峰人生 甘愿成为宋思明身后 那个任劳任怨的贤惠妻子 宋思明呢 得其如此本该感恩 可是风生水起的 显贵宋思明 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 偏偏对妻子做出了背叛的事情 起初 宋思明还有意隐藏些许行为 没多久便大张旗鼓地 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一分为二 在第三者海藻和妻子 两个女人之间 一边享受被取悦的欢愉 一边享受妻子做后盾的踏实 宋太太 与宋思明从最美的年华走过 见过无数中年人的悲哀 看到过无数中年人的琐碎矛盾 从来没想过 自己那么信任的丈夫 会有一天做出背叛自己的事情来 宋思明 在自己的前途和生命 都接近尾声之前 将妻子为了救他凑成的五百万 留给了海藻 却将自己与海藻的孩子 要脱估给妻子 明其名曰 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 如果人具备洞察未来的能力就好了 那样 每个人就可以知道 在谁的身上做正确的投资 从而不必像宋太太那样 望我付出后 将丈夫培养成了一个逆子 现实生活的残酷 永远在中年人身上 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而高估枕边人 正是大多数中年人 正在面临的问题 红尘俗世的中央 太多中年人都在经历着内忧外患的煎熬 不是谁的承受压力太弱 而是欲望横流的当下 安逸或压力 都将成为推人忘记 与眼前人过往恩情 和迈向错路的作用力 有些中年人呢 被枕边人伤害得体无完肤 而那个伤害他的枕边人 从不就得有半分的愧疚 爱或不爱 曾经多少的海誓山盟 在中年人的世界都是稀罕的物件 可能有一句话说出来 会引来太多的谩骂 但我还是想要说 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关系 可以真正地稳定 在利益 欲望面前 即便是中年夫妻 已然经历过了太多的风雨 甚至生死的考验 仍然是不可靠的 很多中年人被枕边人的刺伤背叛 甚至结出了生命 这些无疑不是人心和人性的丑陋 人到中年 最大的愚昧高估枕边人 倘若你已不如中年 劝你别高估枕边人 别低估人性有好处 尤其如下几件事 一定要理智对待 一 无论如何 你必须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军 他如果没有为了陈俊生那句 我养你 完全自愿被家庭禁锢 那么他一定懂得在现实面前 做一个有自己圈子 经济独立的人 经济独立的人 意味着他可以在家以外的现实中 对人心和人性 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和理解 罗子军虽然不缺钱 但他因为没有正儿八经 在生存的圈子中 经历过人性的丑陋 便失去了认知人性的能力 罗子军以为 只要他时刻美貌如花就可以了 可是 现实生活圈子 决定两个人成长是天与地的对比 陈俊生背叛了罗子军 用陈俊生的话来说 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 林林 黄脸婆 大妈 婚恋关系的经营 钱 决定了你是否要依附云林一般生活 经济独立决定了你可以透过家以外的圈子 去看世界 第一 你不会与社会脱轨 第二 你不会因为金钱而依附于谁 能够不断地成长自己 能够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 面对枕边人带给自己突如其来的变故 便不会再像罗子军那样手足无措 离开陈俊生的罗子军 若是没有闺蜜唐经与贺涵 她一定是最潦倒的女人 没有之一 现实的婚恋关系中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有自己在婚恋关系中的存在的 必不可少的自我价值 要记住一句话 经济独立的能力 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可以说 女人一旦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 从而提升你的社会形象 花自己的钱 何必需要考虑很久呢 经济独立的女人 她不需要是千金小姐 也不需要是叱咤商场的女强人 但她一定是 具有很强人格魅力的女人 她的钱不需要很多 够她能够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喜欢的地方 甚至爱人出现困难的时候 会帮她渡过难关 经济独立的女人 她一定是自信的 坚强的 在她的世界里 她不需要靠别人才能活下去 即便是离开那个曾经深爱的男人 她也能够自信地说 我有能力养活自己 女孩们 做个经济独立的女人 做个让人羡慕的牙痒痒的女人 做个随时随地 能够买自己喜欢东西的女人 二 不要把另一半 当成自己生活唯一的重心 人到中年时期 一些过不下去 又离不了的婚恋关系 多数都是因为经济或者精神 不能够独立的原因 甚至于一些人 把老人和孩子搬出来 作为婚恋关系最大制约的人 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过不下去又离不了 就证明离是最好的结局 可是 拿老人和孩子说话 无非是因为不想离 真正要走的人留不住 不是吗 我不是要所有面临问题的 婚恋关心男女 一定要选择离婚 而是要所有深受煎熬的人明白 离不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而不是过不下去的真正原因 大多是对枕边人 一边心怀期待 一边又失望 这是经营问题的不断叠加 造成的后果 人到中年 再不可能像二十几岁时 那样无脑了 对枕边人最不可取的行为 莫过于期望过多 信任过多 依赖过多 凡事 只要用力过度 就会深受其害 中年人的婚恋关系 要比从前的生活 更懂得给自己留白 虽然 人要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去生活 但要时刻有着另一半 随时会抽身 离开自己的准备 也只有这样的危机心理 才会让自己更加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 以被突发事件的来临 人到中年 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去面对所有的现实 承认现实 认知现实 经历了背叛 不要再纠结 爱与不爱了 要权衡自己最大的利益如何获得 经历了残酷的不幸待遇 要懂得及时止损 而不是还对错误的关系留有眷恋 经历了言语 肢体等暴力 要学会对这样的命运 极力说不 人到中年 虽然心态很重要 但千万不要做一个受了伤 还用没心没肺宽慰自己的人 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明白 最靠得住的人是自己 最忠诚的朋友是自己 人到中年 幸运地遇上一个可以和自己和谐到老的枕边人 那是三生有幸 在这个欲望横流 人性本恶的当下 强大自身 才能让自己免除万劫不复之苦啊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